新一開始 首先帶您關心到的事 中台天吐步步進逼 氣象署發佈海上陸上颱風警報 以目前路徑來看 綠豆藍雨 台東以及恆春半島 將首當其衝 颱風靠近的時候將會有強風好雨 花東地區也預先啟動了防台措施 台東施工所被托六千代的沙包 讓民眾領取 不少民眾就抱怨 颱風接力報導實在煩人 花蓮鯉魚潭業者 下午也忙著進行天鵝船等船隻 撤離作業 民眾排隊填寫資料 領沙包房台 天吐颱風步步進逼 台東施工所被托六千代沙包 公民眾領取 不少民眾抱怨 颱風接力報導實在煩人 沙包領個不停 颱風一直來很煩 對啊 會煩 對 一直來 路海線 所以我是海警第一排要回去 我要多做準備 依照台東復岡漁港的海浪平靜 不少漁民趁著白天天氣晴朗 陸陸續續回港 將漁船綁繩固定 同樣忙著防台的 還有花蓮知名景點鯉魚潭業者 向我忙著進行天樂船等船隻撤離作業 上百艘的船用快艇 陸續拖到岸邊的避風港內停泊 用繩索綁綁 加以固定 氣象署已針對天吐颱風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 依照目前路復來看 綠豆藍雨 臺東以及恆春半島 將首當其衝 請民眾務必小心 颱風靠近時的 艙風口雨 目前官方路復 還是認為颱風會從 先通過臺灣的南端 然後再從臺灣的東部海面 北上的路徑來看 最大降雨 還是會出現在東南部 跟恆春半島 未來一直到十七號 恆春半島這邊 中雨量大概會來到四百到六百 毫米左右 臺東線的部分的話 在山區也會有三百到五百毫米的累積量 專家分析 天吐颱風影響的範圍小 時間也不長 屆時暴風圈內外風雨影響差異會很大 至於是否奉颱風架 也備受民眾關注 明天禮拜五大概風雨是在增大的 尤其是臺灣南端 所以放假的機會 大概就是屏東 恆春半島 臺東綠島蘭嶼的機會 可能蠻高的 氣象署也提醒 因為環境相當複雜 天吐路徑仍有分歧 太平洋高壓勢力 以及颱風強度結構都是關鍵 但無論颱風走哪一條路徑 臺東以及恆春半島的雨勢 都會相當明顯 記者綜合報導